我们非常喜欢的Jolene 蔡依林 欢迎 欢迎年度最佳女歌手蔡依林 嗨 嗨 Jolene 我们终于可以在温暖的地方相遇 没错 请坐 不得不说 Jolene你知道吗 刚刚就在我们红毯 因为很冷嘛 她特别敬业地露出自己的美背 然后谋杀了各种非林 你知道旁边有个小女生 爱你爱到十四年 对 她说她喜欢你十四年了 谁 谁 一个女生 一个粉丝 我没有看到 我刚刚讲 我说她看起来只有十五岁 她爱你十四年 大概一岁的时候 一岁听五娘 但她真的好爱你哦 她看了你一眼 然后回来就激动哭了 对啊 我没看到她 所以这次领了一个什么奖 这个是一个金色的米骨 我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到银色 什么意思 还有人嫌弃要金色银色 我想说每一座 应该可以来做一点不同的花样 变化 我可以讲 拿到什么奖最佳点歌手了 我可以讲这就是知道 你知道就不得了的艺人都是这样的 因为她自己的审美已经超越了太多人 自己搞那些艺术创作 蛋糕翻糖 对翻糖蛋糕 我觉得真的就是已经 好厉害啊 对不对 就摩拜 好玩好玩而已 那个翻糖蛋糕 我记得有一个是那个 就是有一个僵尸 然后一个棺材的那种 对对对 然后你拿这个金色是什么奖 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最佳女歌手 最佳女歌手 哇很棒耶 好厉害 我跟你讲 最佳女歌手有书 就是有特殊权限 你可以获得18个不同颜色的咪咕 真的吗 太好了 粉色好不好 我们跟导演说一下 然后快递给Jolene好不好 太好了 导演哭了 导演歪楼 其实Jolene今年跟Hardwell合作单曲 We are one 那这首舞曲 其实有选择在咪咕音乐平台上首发 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那你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 而且想要合作的知名的DJ呢 其实Hardwell已经算是我名单之一了 对 那其他的DJ 我倒没有特定想要再跟哪个DJ合作 因为我可能新专辑的东西 可能ETM的东西会比较不那么多 哦 会有一些其他路线的东西出来 对想做一点不同路线 比如 我跟讲我真的很想套话 因为我都太爱你的歌了 比如 先不透露 先不透露 好 那么现在能聊的 幸福路上这首歌是唱给自己的 对不对 其实因为这部电影的故事 歌词就在讲这个小女孩的故事 那我觉得很蛮符合现在 在我的心情 就是其实你在外面追求了很久很多年 然后发现最温暖跟你最需要的地方 其实就在最靠近你 就是你的家庭啊 对 你的朋友啊 你对你自己的爱啊 然后就发现越长大你越不会去 你会越来越想放掉东西 我觉得那个动画里面的那个小女生也是这样子的过程 所以在歌词里面我们就是写她的心理路程 对 其实就是有一种走多远都要回到那种最原始的那种 对 那也会是你最轻松也最属于你自己原本的样子的地方 对 但是其实Jolin真的是非常非常努力和拼的艺人 这么多年大家对你的这个标签和认识 其实这个永远都少不了 拼命三两 太拼了 但是你是怎么保持永远见你 你都会哈哈哈哈 永远都可以这么哈的人 这很 我跟你讲很难耶 艺人多辛苦 乐天 我跟你讲我们主持这个在红台什么 我们已经都累得要死了 她呢更辛苦好不好 嗯 造型啊而且每次造型都要闪瞎我们的眼睛 我自己本身很喜欢笑 是因为我笑点蛮低的 然后我也觉得笑很轻松很愉快 所以呃能够让我开心让我笑的人我都非常非常喜欢 哦 对 所以也不是说怎么保持就是我天生就是觉得很多东西很好笑 很容易很容易勾起我的那个笑点 对 嗯 那其实是很容易获得幸福感和满足感的那种人 对我这方面我我还满满满足的 所以真的是厉害 嗯 那这次新专辑当中有没有跟这方面有关系的风格 又绕回来 然后就一直想透露 想玩音乐 对哦 你说什么 这次新歌啦 新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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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歌还是会有一些动感的舞曲 但是不会是大家以前想像我的样子 对 又突破了自己 哦 我在挑战我自己 对 但我不知道大家最后感觉会是怎么样 但是相信应该会是蛮好玩的挑战 还是说明年政绩一发之后后年就要去做女超人了 因为挑战自己 然后让自己变成叫生化人 叹笑月球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她就是一个很可爱的女生 对 永远都那么可爱 对啊 太好了我们都特别爱你 那今天呢 我们有为你准备了礼物就是我们的黑胶唱片 请在上面来签名 也是能为这次留下特别的纪念 同时呢我们也会让你呢 在上面咪咕娃娃的这个拼图上面呢 进行自己的创作 对 我们会拼成一个大的咪咕娃娃 好 诶 好 我可以拿上 可以可以 对 这个用这个签 用这个签 用这个签 对 好还不能用绿的 要用金色的签 没有因为这个写不清楚 写不清楚 啊写不清楚 好 好 诶 现在唱片可以 好谢谢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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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是要帮你走了 但是因为你太放太优秀 我们呢在 因为下个来宾还没来 不是 你总是把实话讲得那么透彻 并不是 是因为有一个特别环节 只是just for you 什么 快问快答 你刚刚 因为你刚刚说这个奖太金 对不对 我听过人家是拿银的时候想要金的 明天就说拿金的时候 给我一个银的好了 对 所以我们还会有一个奖要颁给你 让你喜上加喜 对 组委会要颁另外的一个奖 叫做年度最受欢迎舞台表现奖给你 恭喜 来了 谢谢 哇 所以还是一顿金色的 舞台表现 舞台表现 没错 舞台表现 当之无愧 所以呢 Jolina你又 谢谢 我们要坐下来吗 对可以坐下来 两个金米谷可以换一个银米谷 好 我为什么老骗她 对啊 总之呢 非常 非常谢谢米谷给我这个奖 因为其实舞台表现 还蛮 对我来说蛮重要的 因为我本身今年做了非常多很不一样的演出 没错 然后自己也玩得蛮开心的 然后我的 当然我最辛苦的是我的团队 常常要想一些花样给大家 然后希望之后 大家如果有什么大型的舞台 就要想到我这样子 肯定的 大型舞台如果没有你的话 就取笑掉 好 很OK 好 那今天呢 Jolina真的是双喜临门了 没错 那要抱着两个自己的大奖 谢谢 好 没关系 工作人员帮你拿 然后呢 要放你走了 希望下次再见到你的时候 可以听到你的最新的作品 好 继续的带给我们 幸福和快乐 谢谢Jolina 谢谢 谢谢 来 好可以 谢谢 拜拜 拜拜